洛杉矶时间10月3日 由汉海Studio洛杉矶文创科技创意员主办的 2018好莱坞文创科技节 在Arclight影院隆重举行 好莱坞文创科技节是一个 以文创科技产业为核心的 国际合作交流与投资盛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庄志哲 汉海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汉光 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 两届奥斯卡获得者 Robert Stromberg以及LBE VR区块链 电子竞技制造业与工业设计等领域的 行业精英历临活动现场 在开幕式上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庄志哲 首先代表领馆对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时他表示 中美两国在科技与文娱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 希望两国能够继续携手 在文创和科技领域相互促进 实现共同繁荣 随后 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 Robert Stromberg和资深娱乐技术新闻工作者 Karen Edison为大家带来了一组主题为 如何用技术创造沉浸式内容的对话 Robert作为2014年全球总票房 超过7亿6000万美元的电影《沉睡魔咒》的导演 在问鼎电影史上处理做最高票房导演的同时 更是继续探索着将内容叙事 科技 艺术与游戏融为一体 来创造VR沉浸式体验内容的先锋 The sense of presence and you're being immersed in such a way that you feel your brain tells you that you are there when you can then interact with somebody emotionally and be told a story in that setting it's a very very powerful thing and we just haven't seen that yet but we are going to see that we can look at a movie and we can cry and we can laugh and we can be scared and all of those work very well in a traditional movie in VR I think it emotionally takes it to another level and over time tha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powerful and compelling for people 惠普虚拟现实基于位置的全球总监 Joanna Popper The Virtual Reality Company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Guy Primus等业界领袖 为大家带来了已基于位置的娱乐主题论坛 向大家介绍了该新兴技术如何普及到日常应用 元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高扬 Interpret Inc.总裁Michael Tsai 则以中美两国的法律和政策的比较为基础 结合实力为大家介绍了企业跨境发展与投资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注意事项 腾讯电竞部总监Raman Herman 携手联合精英经纪公司 电子竞技经纪人Michael Lee等嘉宾 分析了当前电子竞技的市场环境 及赞助与品牌的合作形式 好莱坞编剧Courtney Kong等嘉宾 则讨论了亚洲元素为好莱坞带来的多样性发展 并和大家分享了从剧本创作 表演到后期制作的去世纪经验 2018省师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也在此次文创科技节迎来了洛杉矶赛区的决赛 省师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旨在发挥国际平台的跨境服务优势 促进中国制造业和北美工业设计企业的交流合作和跨境发展 活动上入围决赛的选手们纷纷分享创意 博得评审及观众们的认可及关注 本届好莱坞文创科技节在历时三天的活动展示中 围绕国际跨境合作主题带来积极推动产业跨境发展的机会 聚焦覆盖动漫游戏 电子竞技 主题乐园 基于位置的娱乐产业 影视媒体和大数据 沉浸式体验 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文创科技领域的应用与创新 这期我们正在达到一些这么多有关テキas 是一个更多 lain的预计 是有2 Speaker饮与一幕的内容 一切都要发展一个美业业专门 一切都要发展一个社交流经历的 我们明白这个是什么 China 真的要懂得更多明显 我们可以与团职业业业业 每个都是非常多一个事业务业业的看到 着更多就得的一种认为 美丽中国记者 现场报道